嗯 师父好 我想问一下 我女儿92年属猴的 我想问一下她的学业和前途 92年属什么 属猴的 学业前途啊 对 没什么大问题的 这孩子就是倦 老子现在不肯用功 很烦 对 有一点点自闭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因为你们经常的长期的夫妻吵架 所以她有点自闭 听得懂吗 对 对 鼓掌 明白了吗 我知道 读书没有问题的 小精灵 脑子可灵了 不会变神经病的 比你要聪明很多 你才是傻姑娘了 你是没脑子的人 你老公看见你 不欺负你 他觉得对不起你 好了 师傅我想问一下 她的图腾是什么颜色 图腾什么颜色 你手什么 没有 我女儿 你女儿 几几年呢 92年猴 猴是吧 白的 白猴子 白猴子 可是她不肯穿白衣服 有点小问题 你生她的时候 稍微有点麻烦 是 你看就看出来了 好了 我还想问一个王人 李明华 孟子李 明天的名 中华的华 他要多少小房子 在什么 男的女的 男的 李明华 什么时候走的 96年 李明华 男的是吧 对 是你的谁啊 我是帮朋友问的 这个人不行啊 很快要投胎了 很快要投胎了 还有半年时间 要多少小房子 赶快给他多念 如果想把他推到阿修罗道的话 至少要300张 一定能念 好吗 这个李明华个子不高的 你告诉他好了 好 好的 好吗 好的好的 短头发 往后梳的 长得还蛮 有点像女人的味道的 小姐姐的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好了 谢谢师傅